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拍像这样子的戏的时候 难度上面对我来说是比较高的 难度上面比较高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我必须要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做这个表演 那如果要问我说 我拍这样子的戏 我的心里呢 你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给我说清楚讲明白 当我在跟赖凌恩拍这样子的戏的时候 我多么多么的希望我旁边没有任何的摄影师 灯光师 导演 或者是任何的工作人员在旁边 但是事实上他又不可能 有这么多人在 然后我跟他做的任何的动作 都必须要被拍下来纯正录影 所以我觉得这对任何一个血性男人来讲的话 这都是一个最大的最大的一个考验 你还没有看到我真正厉害 赖凌恩他虽然年纪这么小 但是他的表演又是这么的到位 这么的精准的时候 你更是不能有一丝丝的任何的那种不良的想法 我不晓得戴凌恩他的心声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他才厉害 因为我毕竟人生的历练 看过了那么多 我走过了那么多路 但是他对我而言 他只不过是一个年纪这么小的小女生而已 他就能够把握得这么好 我想我要在那个镜头前面给他一个赞 凌恩在戏里的表现 真是把性感二字表现得可圈可点 连仲昆哥都忍不住给他一个赞啊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还蛮帅的身世吧 应该这样讲 就是他整个他的肢体动作来讲 都会让你不会感到很有压力 对会比较自然一点 如果是一般没有默契的人来演的话 其实蛮难去抓那个他的动作 或是他的timing会做什么 那在这方面呢 我们两个都还算是配合得蛮好的 所以很快就可以就是几乎是不NG 所以还蛮开心的都给他合作 为什么要是给他带上来的人 我可以给他带上来数学